学员化妆化不好 多半是没有我的指导 西西方美妆想给他 稀许李亏是不是 西西方美妆小课堂开课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尔饼 我是巴腕 各位久等了 只要被我发现你的美 你将无法全身而退 是是是 我但凡哪天好看点 立刻就要给我化妆 今天我们要化一个 登山界的Key 张东升爬山仿妆 开始制作 第一步是我们熟悉的打底 张东升的肤色可以说不算白 我们就给八姑用最白的色号 是不是有在讽刺我 我肤白貌美肤若凝之 使用高超的弹跳手法 你看弹接着 就是不知道我一会儿动手的时候 你能不能弹跳得够圆 使用修容 扑得暗沉一点 不是这个刷子 他斐人呢 记住我们今天的宗旨 儒雅热情 我还不为女人来黑影子 下一步就是张东升的标志 法令纹 填眼圈 可以看出来 我们八姑已经具备了这些特点 但是 不过是最老塔 马上吗 我这人很热情的 使用拉丝眉笔 拉眼吧 拉眼 忍受一下 一会儿就过去了 不是我因为什么呢 你就是演的是 你喜欢的玩儿 你总是有这种技能 每次能给人演 花笑 一看就是白眼里 经常笑很多事情 很诊秘的那种 说我可以眼圈 法令纹都无所谓 你要是说我发不了财 我气得几天都睡不着觉 好法令纹的时候 突然发现张东升的 这个苹果肌 还是非常丰满的 就不像八姑 比较干扁 一起拉伸一下 我这么丰盈的一个苹果肌 你说我干扁 你就像别人的毛洞 看我一笔 把他这个法令纹 和苹果肌 一起凸显出来 笑 怎么有点像 那个赵王爷 这样我侮辱赵王爷 我还能发财吗 看你这个区的样子 你就不像有发财的面相 哦 苹果肌之母 什么 我市场苹果肌 是吗 我给所有人都发一个什么 我以后不怕视频 卖苹果肌 就得了吧 下一步就是修饰脸型 打西纹高光这块 我可以说是 个中好手 从容不破 张东升的脸型 甚至两边载 下面又宽一点的练习 什么玩意儿呢 这个沙漏嘛 你相信我 我这手上技术非常精准的 让我们涂满这个 龙虎以外的所有区域 你说的怎么好像 十万八千里 那么大似的呢 使用精湛的素描手法 如果各位不愧的话 可以去报一个班 给你们推荐一个 春天后唯一表演中心 联系人 二师傅 随我挣钱 项目都让你给包揽了 是不是 yes 可以吗 比这边 扁一块呢 不好意思 我原来绝对演习 下一步就是眉毛 它的眉毛是弯弯的那种 从眼处一看 就有一种笑里藏刀的感觉 这苹果鸡着实松满楼上 你们看这个tomato 圆不圆 可以吧 眼珠就下了 够圆了你就开始吃啊 因为它总是 细时很多嘛 不像张高手 像张肥 接下来画它的嘴唇 想要长期保持微笑那种 伤心都写在眼里 脸部依然微笑 很难过我 然后你要微笑 我要先把它的嘴 全部遮住 你这个跟其他地位的 肤色都不一样 这样不显然很像 因为它这个人物特点 就是见人就容易微笑 你这样 就比较清清假意 一点也不真正 你必须得这样 对 所以我们打造一个 笑而露齿装 你看 有没有那味儿 当你微笑的时候 好笑 几般闪掉的一盘牙手 很满意 比如你面对 你很烦的人的时候 你就这样看着它 感受 接下来就是收尾阶段 点上几颗小护茶 还有一个它标志性的东西 智 喂康天 无所谓有点累 我是午夜伤心的玫瑰 整体装面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制作它的整体造型 张东升可能是有一点像双属人格那种 它的一大特点是什么 土地 这一点我非常严谨 怎么可能没有想 是和你一样 像雷阵子 没想到吧 这才是最像的部分 我使用了假发 别假发特效 是 这是二师傅最满意的一点假发 非常的自然 发的像一下子就盖住了 我发现我真假牙结合笑我最好 别别笑 别笑 我现在有点紧张 我这个准备 今天又有个爬山团找我了 这次的进修 王师傅特意把他的韩式手抓发 传送给了我 哎呀 怎么你还 手抓发 你还吃假的糟吗 非常的儒雅 一起去爬山吗 那我相信 我还有机会 获得一个赞吗 朋友们 想释放压力 找回自我吗 想多多爬山 锻炼身体吗 化妆 找二师傅 来吧 同样ITY 请不吝点赞